关系再好也不要跟别人透露这三个秘密 否则女生很容易吃亏的 第一家里的家务事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但很多人就喜欢遇到家里一点事 就跟自己的好朋友一顿说 说老公这不好那不好 你总以为朋友会帮你 但大多数人要不呢就是觉得你眼光不行 要不就会觉得你老公真的好窝浪 那还有一些男人也是一样的 在外面一个劲的贬低自己的老婆 什么老婆脾气不好变老又变丑了 身材也不好了 你以为这样说别人会觉得你有面子 你别忘了 这样说在别人眼里只是看了你们的笑话而已 第二 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些后悔的事情 千万别讲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后悔要的 有些事永远都无法挽回 有些错是没有办法改正的 你可以后悔 但是你不要到处让别人看到你的伤疤 你把自己做过的不堪的事情告诉别人 就是让别人有了给你伤口撒盐的机会 第三 过度炫耀自己的好事 不过度的炫耀自己的好 是对你或者对你的朋友和对亲戚来说 都特别好的事情 你要知道 他们是希望你过得好的 但不希望你过得比他们更好 说句实话 嫉妒是太平常的事情 人都有嫉妒心 这个世界除了父母 每几个人真心希望你过得比他更好 这就是人性的真相 我以为你是联系的真相 你不应该赶紧 对你不应该是不有的 还是要的 那你不应该是不应该是不应该 我认为你不应该是不应该是不应该 下个人的真相